地下王国的公主 小女孩偶然捡到了一块石头 上面刻着奇怪的眼睛 和石像上的纹路一模一样 她把石头放进窟窿里 下一秒石像嘴巴中跳出一只蟋蟀 吓了女孩一大跳 女孩叫做小玉 和母亲千里迢迢来投奔继父 她是个凶恶的法西斯军官 将母亲当作生儿子的工具 对小玉的态度也特别差劲 在这个陌生的乡下村庄 除了相依为命的母亲 只有一位女仆非常照顾她 晚上小玉听见房间里有奇怪的声音 那只蟋蟀竟然跟她回了家 小玉并没有感到害怕 她拿出心爱的故事书 蟋蟀看着书上的妖精图案 扇来扇翅膀扭动身体 竟然化作了妖精的模样 然后指引小玉来到一处迷宫 她沿着楼梯走入地下通道 下面有一只自称攀神的羊角怪物 告诉她从前有个仙境般的地下王国 调皮的公主偷偷跑进人类世界 被阳光照射失去了所有记忆 从此便再也没有回去过 但是国王始终相信她的灵魂会回来 面临攀神在迷宫中进公主 而小玉就是公主的转世 不过要回到地下王国 小玉必须通过三个考验 证明她没有受到人类世界的污染 她翻开一本无字天书 手掌碰到的书页渐渐浮现出图案 这是她的第一个考验 丝尼里生长了一棵橡树 蟾橱兽寄居在树根处吸取营养 只要小玉将魔法石塞进蟾橱的嘴巴 就能救下这棵橡树 小玉的鞋子踩进了一片泥泥 她脱掉裙子挂在树枝上 趴在地上爬进树根部分 恶心的虫子爬上她的手臂 小玉紧张地继续往前爬 转身看见一只巨大的蟾橱 就在她做心理建设的时候 蟾橱突然伸长舌头 吃掉了她脸上的虫子 小玉灵机一动 将虫子和魔法石放在一起 诱骗蟾橱主动吃下魔法石 轻松搞定了邪恶的蟾橱兽 她从胃里拿到一把金色钥匙 这是下一关会用上的重要道具 之后小玉再次回到地下通道 潘石很高兴她完成了任务 又递给她一根白色粉笔 并叮嘱她一定要在月圆前 完成所有考验 但小玉的母亲因为怀孕 身体非常虚弱 每天都得看医生喝药 小玉不得不搬到别的房间居住 女仆抱住她轻身安慰 晚上潘石来催促她赶快做任务 听了小玉的烦恼后 给了她一节树根 说这能缓解到母亲的病痛 这个女孩用粉笔在墙上换了道门 白色的纹路腐蚀了墙壁 这扇门竟然真的被推开了 门后是一个奇幻的世界 这里是她的第二个考验 根据无字天书和攀神的提示 小玉不能吃里面的任何东西 她在树口底下摆好一把椅子 在倒转地上的沙漏 她必须在沙漏流境前返回 否则就会被永远留在这里 小玉穿过走廊来到大厅 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美食 镜头坐着一个没有眼睛的怪物 盘子上的响壁坐视怪物的眼睛 四周的壁画彰显着怪物的丰功伪迹 旁边死去孩童的鞋子堆成了小山 小玉打开妖间的包 放出三只妖精 跟着他们的指引找到钥匙孔 她掏出上一关获得的金钥匙 插进墙上的钥匙孔里 随后小玉将手伸进石洞 拿出一柄锋利的短尖 阿里说这一关就要顺利通过了 临走前小玉却没忍住美食的诱惑 不顾妖精们的劝阻 伸手摘了颗葡萄放进嘴里 这一举动唤醒了沉睡的怪物 只见她弹动了僵硬的手指 鼻子深呼吸一口气 接着拿起盘子里的眼睛 按进了手心 再把手束在脑袋上面 贪吃的小玉还在摘葡萄 丝毫没注意到身后怪物 正一步步走向她 妖精们看到小玉有危险 勇敢地和怪物展开搏斗 双方实力悬殊 妖精很快被怪物抓住 一手一个塞进嘴里吃掉 小玉赶紧原路返回 但她耽误了太久时间 沙漏里的沙子已经流进 石门在她面前缓缓关上 小玉想用粉笔再画一道门 粉笔就断成两半掉到地上 可怕的怪物就快抓到她了 小玉在头顶画了一扇小门 终于赶在怪物抵达前 爬回了自己的房间 她迅速按下石块 将地上的门变回普通地面 第二天小玉按照潘神说的步骤 将树根浸泡在牛奶里 再放到母亲的床底下 她咬破手指 往树根上滴两滴鲜血 母亲果然恢复了健康 都不用再吃医生开的药剂了 晚上小玉躺在床上睡觉 潘神来问她上午完成的情况 她支支吾吾地说出了意外 妖精将那违反规则的事情 告诉了潘神 潘神顿时勃然大怒 宣布小玉的考验失败了 她永远也回不去地下王国 然后就退出黑暗中消失了 独留小玉坐在床上哭泣 这女孩正在和树根说话 突然有人将她拖出床底 继父拽着她的手臂 指纹她在干什么 她从床下端出一盘 泡着牛奶的树根 小玉伸手想夺回 继父手上的树根 但母亲也不理解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玉如实说出潘神的考验 母亲却说世界上不存在魔法 直接把树根扔进了壁炉 抢逼小玉面对残酷的现实 火焰中树根发出 孩童般的惨叫 同时母亲也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经过数个小时的痛苦煎熬后 母亲成功生下了弟弟 但她自己却一难产去世了 小玉收拾好母亲留下的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今后的生活 与她关系要好的女仆 也被继父发现是当地游击队的内应 当晚女仆含醒小玉跟她告别 小玉紧紧抱住她 请求将自己也带走 于是他们趁着雨夜逃出基地 却被早已察觉到的继父堵在半路上 继父把小玉拖为房间关押 还吩咐手下如果有人进来 就先杀掉小玉 无意能帮助她的女仆 也被关进了牢房 小玉无助地靠在床脚边发呆 这时精灵竟然又出现了 潘神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要求她带着弟弟去迷宫 趁着继父和部下讨论事情 小玉把安眠药下在继父的酒杯里 偷偷将熟睡的弟弟抱走 虽然继父喝掉了家药的酒 突然响起了炮火却暴露了小玉 她抱紧弟弟飞快跑出迷宫 药效发作的继父晃悠悠跟在他们后面 整座迷宫都在帮助小玉躲藏 让他们顺利甩掉了继父 来到迷宫中心与潘神会合 但是潘神拿出第二关得到的短剑 告诉她必须献上纯洁的鲜血 才能打开入口 弟弟就是仪式的祭品 就在这时 继父也找到了他们 看见小玉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继父小心地抢回自己的孩子 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了小玉 中枪的小玉睁着眼睛倒在地上 鲜血顺着指尖一点点低下 露在地下通道里的石像旁边 一片金色的光芒亮起 小玉来到一间金碧辉煌的宫殿 身上什么伤也没有 还换上了一件精致漂亮的裙子 坐在高椅上的人正是她的亲生父母 原来会不会杀死弟弟 才是她最后的考验 小玉选择保护弟弟 成功完成了潘神的三个任务 回到地下王国 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小玉的幻想 依此逃离残酷悲伤的现实事件 但比起被祭父杀死的现实 在和平美好的地下王国与父母团聚 不是更令人幸福的结局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